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气候温和 非常适合动植物的生长 因此澳大利亚也被称为世界活化石博物馆 位于大战巨蟒 带数单挑健身教练 这些在澳大利亚的日常分分钟都能拍成大片 不久前 在悉尼的沙滩上竟然出现了外星生物绿毛怪入侵地球的戏码 不少游客在悉尼的沙滩上 发现了几个毛茸茸的绿色怪物 起初沙滩上只有几个小小的毛球 人们以为这是小孩子遗漏在沙滩上的玩具 但是过了几天 这些绿毛球变得越来越大 而且也变得越来越多 沙滩上到处都是 一些脑洞大开的人觉得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于是他们把毛球的图片发到网上 并称这个很有可能是外星来的怪蛋 目的是想要入侵地球 当地的科学家们对这个毛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发现这种奇怪的绿色怪球 其实是丝状的绿枣个体集合而成的球状集合体 随着绿枣球越长越大 内部的丝状绿枣渐渐接触不到日光 无法行使光耗作用 于是便会死亡分解 所以大约直径5公分以上的绿枣球 内部就会开始有空洞存在 当绿枣球内部的空洞过大时 整体结构无法支撑 就会发生崩坏的情形 绿枣球会绷解成块状 但丝状绿枣仍然能继续生长 而在水流的滚动作用下 绷解的部分又会开始滚成圆形 形成新的绿枣球 这些毛球圆滚滚的摸起来湿湿滑滑 看起来真的很像是外星生物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把它放进大天里面呢 毕竟狗能当狐狸 白菜能当天山雪恋 连鸭脖都能够成为历史